内饰风格就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维修了两次 但是解决的还不是特别彻底 每一个特特拉车主里面 都会有这么一个手机支架 一般都是放在左侧的这个位置上面 不要问我为什么 厂长是我表哥 当时是购车预算大概是30万 然后之前也去4S店看了各个品牌的电筒车 包括比亚迪、传奇、广汽丰田 包括小鹏 最近出的那个叫迪克 还有这个蔚来 比亚迪呢主要是内饰的风格 不太符合我的这个内饰的这个水美 未来的话就是价格比较高 这个超预算太多 广汽当时有这个IA5 那个车行驶起来质感还是挺好的 但是电池比较小 小鹏的话就是它的那个地板很高 然后坐进之后就感觉坐在 坐在小板凳上似的 北汽的那个EU5 当时行驶起来那个质感挺松散 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 33万9千9的价格 汽车的时候有一个优惠 保险费减减7千 通勤上下班 还有这个周末的这个近郊出行 每天的话通勤大概是80公里 一般是三天充一次电 因为它建议就是说 它这个电池要在20%到80%或90%之间使用 因为这样可以延长那个电池寿命了 多多的时候会可能会产生那个电池结晶 当时这个所耗是不可逆的 一共用了262度电 然后跑了1720公里 每百公里大概是15.2度电 和它这个 自己宣传的这个13加9度电 大致是可以对得上的 充满电现在是491公里 跑个440,450 然后我这辆车呢是家里边的第二辆车 之前是有一辆斯科达百公里加速应该要10秒了 这个车就相比那个车的话 加速就快多了 非常的这个跟脚 基本上来了这个车之后 家里边的那辆牛车 基本上就很少去开了 主要的优点呢 内饰风格就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异味也很少 还有一点就是自动驾驶 有一个312EAP是送的 送的是三个月 高速或者是滑路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打开 然后它就会自动跟车 包括直接打断就可以变相 向低的下驶的这个疲劳重度 前排的空间啊都是挺大的 平时家里边五口人出行没有问题 坐着也是非常宽敞 全景天窗 对头部的这个空间就是提升还是挺大的 然后主要会出现过一些小问题 有一些异想比较多 你的牌照块不是和这个车紧贴在一起的 也要有一个弹簧 所以就是走滥路的时候它会有那种响动 维修了两次 但是解决的还不是特别彻底 比如说这个上路实际限速是60公里 它这个车识别出来的是30公里每小时 它就会给你突然降一下速 但是不会降的很快 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车主自己去注意 然后这也是它的这个缺点之一 内饰虽然说是比较简约 但是有点太简约了 但实际上它这个导航用起来是非常的蹩脚的 昨天吧应该有一个OTA升级升级了之后 应该会情况有一个改善 然后看升级之后的效果吧 最远的距离呢就是去过一趟天津 一共是240公里 出发的时候是90%的电 回家的时候大概还剩30%多的电 高速比较多 电耗情况也没有说是高速的能耗比较高 在那个AP之后 然后在高速上的那个能耗 跟市区里面其实差不多 也是15度电左右 然后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降低 以后如果再换车的话 还是比较倾向特特拉 因为它这个科技感还是很粗 然后这个每次OTA升级也有很大的改变 车型的话可能就是国产之后的Model X 曾经尝试过里面做5个成年人 还很宽敞 好